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钞取交 8月31号下午 班农在曼哈顿出庭 这是最新 这是刚刚 就是现在是8月31号的 美国东部时间的晚上七点半吧 他出庭的时间 这不是出庭的 他没有出来 这是第一天保释的照片 他今天出庭时间大概下午两点钟左右 一点半到两点钟左右 今天下午 星期的下午 在曼哈顿的一个联邦的法院里面 但是现场很安静 根本就没有人 因为他根本也没有出现 是透过视频的 班农透过的是音频 连视频都没有 他透过的音频 连线跟法官连线 那就去讨论商讨后面整个案子的状况 没有在整个庭审的过程中没有太多 他就讲述了 我们现在看的 我就跟大家介绍 这篇文章是英国的卫报才报 英国的几乎所有大报都报 刚才都追踪报的 但内容都比较简单 因为他本身没有涉及到太多东西 那班农只是四个被告当中的一个 一共有四个人 那我就跟大家介绍 因为关心班农多嘛 那法官呢 对于这个环境呢 就说联邦法院呢 在整个纽约 曼哈顿没有几个 所以就得排期 那现在呢 又是大疫情的期间 他说大疫情呢 就会出现很多不确定性 法官自己也这么讲 出现很多不确定性 所以斩定班农下次正式庭审时间 对于他个人的正式庭审时间 2021年5月24号 今天是2020年8月31号 所以你可以算到 就是9月之后 那我当时看过之后 给我最大一个体会 就是说 这事 这事过去了 这事过去了 什么叫这事过去了 班农在被这个假释的时候 出来直接讲这是一个政治阴谋 那些人 有些人不想让他们去建墙 美国跟墨西哥之间的这个边界墙 这个墙是川普要建 所以这是前后基本的故事 而班农的被抓捕 造成了川普2016年呢 他整个最核心的team当中 除了他自己家里的人 他的女儿女婿 这是他自己家里人 除了他自己家里人 几乎他所有的内部 就是内疗都给抓了 一共七个 真的是七个 班农是第七个 所以那当时的CNN 纽约时报等所有的报道 都是说我们都跟大家报道过 他在不到十二个小时之后 就把矛头全转向川普 川普的所有的幕僚全都被抓了 在他上一次2016年进行大选的时候 所以这是基本上的定调 抓班农打川普 就是这个故事了 基本就是这个故事了 而所涉及到都是一些脏案子 就是脏案子就是钱 大多都是钱 要不然就是与这些情欲色欲相关 这就是脏案子 那这种脏案子 对于一个民主社会当中 就是美国这样的社会当中 这就是一个最大丑闻 基本如果定性的话 他就完了 所以对川普 这还不像什么俄国门 这个跟那个还多少 还不太一样 因为这都牵扯到个人的 对他的指控没有改变 说他挪用了大概一百万的人们捐款的资金 用于他个人的消费 用于他个人的消费 以及他给一些曾经参加竞选的人 一个竞选班团队的人开了公司 也就是说他这笔钱没有用于建墙 因为他的目的 涉捐款的目的是建墙 他的这个钱用了他用了 那至于说用在个人所用 在刚才的庭审中提到了 整个这个非政府组织的 Founder 那个人叫什么卡尔夫 他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 二十五个人当中的一个 说他挪用了三十五万美金 班农挪得多一百万 但就说是他自己生活用了 没有细节出来 那个人的细节比较多 买了一辆游艇 买了一个高尔夫球车 买了一辆SUV家里做了装修 这三十五万办了这么多事 他35万办了这么多事 反正他就是这么来用了 那指控并没有改变 基本上是这样的指控 那班农呢 给他定的时间就是明年的5月24号 里面再多的细节 没有什么披露出太多细节 他主要就是形容了 今天整个出庭的状况太安静 这个班农在自己的律师的陪同下 透过连脸都没露 来回答法官的这个提问 在整个法庭里面没有什么记者 没有什么记者 那里面涉及到另外一个 大家就是跟案子相关的问题吧 这个这笔钱的 这笔就是这项活动的主办者 大概前天 在Facebook上贴了一些声明 声明就是说 把他们投入监狱 把他们投入这样的一个法律case的人 是有着极其这个见不得人的这个政治目的 然后就主要是在这个角度去讲 那这个氛围呢 跟班农提出的概念是类似的 但是在法庭上今天 是一个女法官 女法官提出的说法就是 警告他们不应该这么做 他说你在社交媒体中这么做的话 你会引起很大的社会的反响 那在考虑案子的本身上 我作为法官 可能要把你这样的做法 考虑到因素之内 就警告他们 对他们可能不利 这个做法同样警告了班农 我想是跟班农自己也在 借助社交媒体有相关的 所以这些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故事 另外能够谈到就是说 他法官特别谈到大疫情 他说大疫情呢 会促使很多东西就会改变的 那如果改变的话呢 就很难说后面是怎么样 基本上说到的故事 我能看到的故事和他用来的故事 基本上就是这些 那诈骗的罪名也基本都是这些 所以这几个人都相对比较有钱 他没有解释班农是用什么 没有解释班农的五百万是怎么来的 但他却解释了另外那三个人 一个人是班农的保时金最高五百万 另外那三个人呢 两个二十五万 一个五十万 他们都用了美国债券 他们自己手里有债券 用了美国债券来做出的这种 就是来做出对自己的保 这个保时 班农没有太其他的 其他任何生命都没有 所以我个人的说法 就刚才已经讲述了 当我看到这个时间 再看到大疫情可能带来的影响 法官也考虑了这样的因素的话 我以为搞不好这个案子最后 就可能是有可能出现一种 难以描绘的一种 又在情理之中 但是难以描绘的一个结果 因为法案案子终归是案子咯 对不对 什么样的意思呢 11月3号美国大选结束了 结果都出来了 对不对 当结果出来的时候 那如果 如果川普胜选 那很多故事就出现根本性改变 但无论谁胜选 都会出现一个 对比现在的状况 都会出现很大的改变 班农的案子 如果背后有着这种 完全像他说的 有着这种政治的因素 在我眼睛里 有着更深刻的 打击川普的因素所在的话 所以班农的案子 随着大选结束 和大疫情的这种 出现的这种改变 就可能出现很大的改变 那他的客观结果是什么 他客观结果是指 班农惹上了这么个案子 只不过就在这个时间点上 产生了这么一件作用 至于说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 蛮复杂的 当人们走到天灭中共的这一面 在人的层面 走到天灭中共这一个层面的话 也就是说压缩到 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 很多因素都爆发了 所以你一旦说 一旦说班农为什么出事 为什么出事这种事情 一句两句 人的表面的理由 是很难说清楚 我以为是很难说清楚 但是呢 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第一个 第二个 在人类历史当中 各个国家都是如此的 真正在历史的关键点 产生作用的 没有一个是完人 没有一个是 今天很多电影 文艺作品中 或者人们所吹嘘中的 那种完美的人 没有 绝对没有 你看看 这按时刻 这个美国的 英国的首相丘吉尔 对吧 英国国王问他 你怎么能够做到 早晨八点钟吃早饭 你就喝威士忌 他说我练出来 对不对 完全就是那么个概念 就是那样的 你别跟我说为什么 所有这些人 他们秉承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在这样的 争持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